酒吧后人雷一辉Amanda是酒吧创办人雷亮的孙女 其雷普照其后接班家族企业 任职集团董事兼营 总监 妇女关系一向非常密切 不过近日却传来 好 雷一辉近日在社交网公布爸爸离世的消息 分享父亲与他小时候的合照外 一撰文道念这 词付 雷一辉男人不舍以情 并以英语写道 爸爸非常想念您 你教会我坚强 你一直支持我 你永是我生命中的引路明灯 我很幸运能有你陪我 摸酒 我很幸运能一直在你身边握着你的手 热地等待你醒来与我们交谈 而你每天都会这样 一位如此特别 坚强 睿智 责善固执 充满爱和忧的父亲 你和我一起欢笑 又会挑战我 但最重要 清听我的声音 爸爸我爱你 RIP 他又只虽然爸爸离 令他很伤心 但会记得他的教导 学会坚强面对 宜辉是雷家第三代传人 曾在香港经营一家公公司 他2020年疫情期间与拍拖三年的男友陈一生Charles杰 虽然只邀请了十多位亲友 但同学兼好姊妹末 为一友到场 雷宜辉曾经历一次婚姻失败 因是心太强 曾让父亲雷普照对其婚姻担心不已 他受传媒访问时表示对于今次再婚 心情十分之心和兴奋 又大赞老公视觉是好男人 婚后也放工作 与大他十三年的现任丈夫经常周游列国 星岛 跳UP经已推出最新版本 请立即更新 浏览更精彩 容